佛法没有想法 很多人很喜欢用想法 所以你相信佛法 最后的目的一定圆满 你不用担心 那我钱赚不到怎么办 很多人把佛法当作是买卖 我修行是为了我儿子赶快赚钱 我修行是为了我老公赶快赚钱 我修行是希望我店生也好一点 那你就完全不理解佛法 佛法是 就算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我无所求的 你要给我就拿 你不给我就随宴 反正你需要我就载你去 请问你会不会得到更多 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为你的动机是圆满的 如果你的动机是自私的 又担心对方不给你 就像你结婚 赶快去拜观音菩萨 我要加一个不会对不起我的 你这个念头就会招感那个 对不起你的来 是你把人家给拉来的 因为你的心态这个 希望对方不要对不起我的心态超过一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是被你利用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各位不要利用佛教 各位将来如果出家也不要利用佛教 那个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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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下可惨了 佛教变买卖的机构 佛法无边 慈悲无边 你有福报 你自然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攀源叫损福报 比如说 你这个人只有十万块的福报 你去买一个三十万的房子 你住去你自己的投影老化 因为你没有福报 所以各位不要损福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很多大老板 我要搞得更大 他就要垮了 因为你没有福报 踏进去那个房子 所以在这一点 那就要自己少欲知足 所以能够这样就好 但是所有的福报 来供养别人可以 来帮助众生 来扶持三宝 但是不要去享受福报 所以那当然 如果你要用佛的想法 请问你用佛 像达摩祖师 很多包括莲花生大师 他们都有带一个耳环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佛永远在他耳朵说法 这什么意思 依教奉行 十方诸佛所讲的 我依教奉行 但是我发觉 现在很多人用想法 那你就没有老实在念佛 我要怎么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事实上格格不入 跟你讲话 听不进去 因为你一直强烈的 这个我或是法治 我认为这个对 所以我师父 你每天念阿弥陀佛 谁都不理我 师父说不准念 因为这个阿弥陀佛 已经害死你了 不是阿弥陀佛的错 是你执着了 你排斥别的教法 他就叫你不准念 不然就叫你还属离开 这样而已 因为你已经执着 他就变成毒了 任何东西你执着变毒了 所以我老实说 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你的上师哪一位 太多了 我没有固定哪一位 别人怎么讲我 那都是别人的事情 因为我是学习佛法的人 不属于哪一宗派 所以我师父也常告诉我 一句话 别人问你哪一个宗派 你只能回答 成佛的 你不要回答 我师父是谁 所以虽然我是汉传佛教 我接触藏传佛教 格鲁派 林玛 嘎局 撒迦 我都是接触 但是很多人都说 你是哪一个 我说我没有那个观念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 尊敬的上师 还属了 那怎么办 依法不依人 千万不要 以上师为你自己的骄傲 所以有些人会把 我有某某上师 好像我是他一样 因为事实上他是重养 那个高高在上的感觉 知道这样吗 因为每个人都 这样就离开佛法 佛法是一种悲下 悲下心 恭敬心 无我心 而不是一种高慢心 这个高慢是承担众生苦 叫高慢 而不是说 我是修什么法的 那这个已经失去悲心的意义了 所以我想 我们要做地藏王菩萨 脚里的一颗沙就好了 每天晚上化为空性 融入地藏王菩萨 你是念阿弥陀佛的 每天晚上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你要观想自己化为空性 什么都带不走 然后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睡在阿弥陀佛的心 早上又睡醒 又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去劝人念佛 做善事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要把学佛的重点抓住 学佛的重点念下来 消除我词 所以你要把自己我消除掉 让佛 让法 进入你的心可以 让阿弥陀佛引导你的心 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佛教要告诉我们 不要把自己归类在哪一个团体 现在佛教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哪一山 那个哪一派 他就没办法学到别人的优点 那就不是普度众生 然后当然很多在机场 他们问我是不是佛教徒 很多外国人很喜欢问我 你是不是佛教徒 我从来说我只是学佛法 我以前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道教徒 我都参与过 所以 可是我现在这个衣服 是让我 我觉得佛法 让我没有婚姻 没有金钱的问题 我可以成为一个流浪者 去到处学习 去结缘 这是我外表的好处 而不规定 所以我在 老实说我在教堂里面念经 更认真 这个跟上帝很接近 圣母玛利亚 多么温柔 耶稣基督 承担了众生苦 这么伟大 这些我们都要学的 所以你到那边去 你要学习 跟他们一样的心态 你才可以度他们 活的人会感受到 你尊敬我 往生的人 你会不会度他 因为你跟他没有对立 我们接受圣母玛利亚 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升天 安息 安息是一种放下 那我们把功德 供养给对方 功德如果不够 他在做鬼 所以我们帮他做功德 帮他点灯 把三宝的力量 供养对方 愿升天 则升天 愿往生净土 搞不好看到阿弥陀佛 去吧 如果他有信心 他就会看到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信心也来自于 他对你人格的心态的 相信一个孤魂 他相信你的心态 你没有对立 没有排斥 所以我在这边 我希望各位呢 法门无量 四元学 广学一切 我的师父也要求我 跑遍世界 那我两个师父都往生了 卢旭长老 绝光长老 包括香港 绝光长老 台湾 真华长老 三位师父 他们就是叫我 每天跑每天学 因为我认识我师父的时候 我在做旅行社 要做一点小小的房地产 然后我师父就 你做旅行社多好 跑遍世界 师父以后跟你跑 他说这样就可以 广学一切 了解各民族各宗教 了解各类众生的优点 狗有狗的优点 蟑螂也有蟑螂的特殊 你看他两只 哇很厉害 蚂蚁没有眼睛 这么守次序 你要去学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为 不会动的人 固执的人 我是哪一宗哪一派 你把自己弄死了 对你没好处 为什么 你只活在你现在的快乐 跟成就感 但是离佛好远 整个世界都是你的道场 又如何 因为你内心还在烦恼 还有压力 这一点要扪心自问 我的心在想什么 我开放了我的心没有 所以如果我看一切法都是佛法 我看一切宗教都是真理 那你的心就打开了 哪怕你现在在强奸我的身体 我都还在祝福你 为什么 你跟我结缘 我希望你能够成佛 我希望这样功德给你 所以因为你没有分别 你不能说所谓法空性 没有分别 被强奸跟被尊敬 对你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叫一切法 必尽平等 必尽空 诸佛正法 无来去 唯一勤行 地众生 所以诸佛的正法是没有分别的 无来去 不生不灭 不过不净 不增不减的 没有分别的 唯一勤行 我们要做的是 帮助别人 帮助生命 不分宗教了 去帮助 可以 那但是你必须从你的周围开始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邻居 隔壁的小狗 那些看不见的无形众生 你要去帮助他 所以我想 佛一直要我们去我职 没探成职 去法职 没分别宗教 所以每一个宗教的法门 都是个方便 透过念佛 透过诵经 透过持咒 透过做慈善 透过帮助病人 都可以 但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但是不能设定你的因缘要跟我一样 打开你的心 然后去接受一切 也让别人从我们的心看到一切 所以这个刚刚做的是个供养 是供养在你内心里面 使供养 透过外在的供养 进入你的心里面 你内心有香花灯涂过来 有这个力量 让别人感受到香 花灯 柔软 让别人感受到你这个力量 所以各位 我念观音菩萨已经念一遍了 你不用跟你讲话 你连头发都慈悲 你不能标榜 我念一遍了 我看到你格格不入 我念地藏王菩萨念一千遍了 我看你一点都不孝顺我 人家地藏菩萨是孝顺的 把众生当父母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佛经没有错 法门没有错 但是我们的心态 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去做 那就错了 念佛的人要具足什么 来 念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是你才有人天福保 你代表现实来世 在念佛将来可以下平往生 你做到了没有 所以各位还是不要吃肉 慈心不杀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喜欢修行 又喜欢吃肉 鱼以熊掌兼得 喜欢每天带一大堆练猪 要找女人 要找男人 要看漂亮小姐 我想鱼以熊掌兼得 所以你还是要 慈心不杀 身口亦清净 第二 念下来 受持三皈依 具足众戒 不犯威仪 我们要皈依三宝 好不好 受戒律 虎戒 八观摘戒 十善戒 菩萨戒 然后呢 不犯威仪 待人处事 第三个 念下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那一步一步来 但是你不要跳到后面 你前面没做 你就跳到后面 你还在吃肉 你还在杀生 你还在写音说 你叫发菩提心 骗人 所以来 我们现在一起念三皈依 好不好 大家来 皈依三宝 这不是我们皈依 来 澳洲境内 所有亡魂 中国境内 所有亡魂 英国冷冻车 三十九个亡灵 你看到的报纸都跟你有缘 你要回向给他 所以我昨天 布施了三十二个三十九块 为什么 照佛像 每个人替他做一块一块一块 三十二项帮他们做 跟他们结缘 为什么 他现在受苦了 你要跟他结缘 那各位 你最近可以多念好几遍 三十九遍的佛号 好不好 三十九遍的往生众 但是不是光对我们这三十九个 可怜的中国人 听说他们是为了偷渡 对不对 然后放在柜子 能冻十二个钟头 然后里面就死 很痛苦 二零零零年还有五十八个人 这是被爆出来 没被爆出来 我看还更多 但是无论如何 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痛苦 过去是这三十九个人 专门在做远洋一夜 抓那个大的鱼 活活的把他放在冷冻冰库里面 抓了放进去 所以这辈子 他还是像远洋一夜 他想要 结果他们还是被放在冷冻柜 被骗了 这样活活的冰死 所以各位 不要再吃鱼了 这个有夜报的 佛陀的家族因为吃鱼 所有人都被杀掉 那我想动物众生是平等的 这一点要了解 我们那天有一位妈妈小孩子被撞死 他来超度我们帮他忙 原因是什么我都帮他查了 他妈妈只想问我一句话 为什么那个司机会喝醉酒 我儿子又没做错 被他撞死 为什么 他儿子过去开车故意撞死 一只袋鼠杀来吃 那袋鼠现在变死鸡 又撞死你 很可怕 一只袋鼠 如果是不小心撞死了 还好 故意撞死他 杀掉他来吃 听说澳洲被撞死的可以吃 故意的 那这个夜暴 就会让他来到澳洲 然后又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 一只蛇也好 一只小老鼠 你都要跟他结善缘 要慈心不杀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愿所有袋鼠 所有亡魂 不分六道众生 一起跟我念 来 那么我本师释迦牟尼佛 自归一 当愿众生 父母祖先 流产胎儿 冤亲在主 同伐菩提心 归佛 真心哦 我们归三宝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众尊 归佛 不堕地狱 归法 不堕恶鬼 归身 不堕畜身 归佛 愿法菩提心 归法 愿体正空性 归身 愿圆满大悲 归佛尽 归法 归身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归一身 愿他们的法号叫 圣耻 圣仁慈悲 好不好 如果你没法号 你自己取吧 男生叫圣 底下一个字 是你爸爸给你的 你叫陈正刚 那你就叫圣正或圣刚 那如果你是女生 上面一个字 慈悲的慈 你叫陈月慧 看你要陈月还是陈慧 一个是佛菩萨的名字 一个是父母给我们的名字 好不好 那你就有法号了 也希望这个法号 要给你的 多胎胎儿 如果他们 你有两个 圣一圣二 你都比较容易背 你有四个 一二三四 那你一定要背他的名字 你才懂得关心他 帮助他 所以希望他们 都有一个法号 然后呢 现在带他们受戒 好不好啊 如果你想受也顺便 五戒 做得到就说 可以 做不到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惭愧 但是守一条戒 也可以升天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这个是福报最大的 所以来 各位三宝弟子 以戒为师 学佛慈悲 保护所有众生 第一 不杀身戒 至少做到这一条 好不好啊 你现在还要吃鱼 吃虾 不要买活的了 没办法了 买往生的 好不好 至少没有杀他了 但是吃肉 有一点因果了 不过比较容易忏悔了 所以第一条 学佛悲心不杀身 各位 不杀身的戒律 能不能辞 能就辞了 有些真的不讲话 好厉害 我看再问一次好了 多两个也好 所以各位来 第一条 不小心 不小心才死了 不算 故意 那才算 但是至少不小心 就跟他 那个阿弥陀佛了 但故意就跟他 解恶员 所以时间快到了 来 第一条 尽行受 乃至发愿 尽未来即 不杀害生命 不能自杀 怀孕了 就把他生下来 好不好 所以来 不杀身的戒律 能不能辞 第二 保护众生的财产 不偷盗 不偷盗的戒律 能不能辞 第三 不偷盈 过去 昨天的不算 从今天开始 不要对不起先生 不要对不起太太 不要婚前性行为 好不好 你持戒了才叫忏悔 这个业就可以消除了 就是不要对不起 先生太太 不要破坏别人家庭 或自己家庭 所以第三条 诸佛不淫喻 出家人学佛 没有男女淫喻 在家人不偷盈 就是不要 对不起先生太太 所以 乃至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所以第三条 进行受不邪淫的戒律 能不能辞 第四 不妄语 不要用宗教欺骗 我有神通 你给我钱 宗教欺骗不好 也不要有世间的欺骗 所以如果是善心的 可以保护对方而骗他 那个动机就对了 可以 如果是只是自私的 而骗他 就叫妄语了 所以第四条 进行受不妄语的戒律 能辞佛 第五 不要喝酒 因为喝酒会乱性 最好不要抽烟 做烟供可以了 点个香去插在树下 但自己不要抽烟 喝酒 这样最好 所以第五条 进行受不饮酒 不饮酒的戒律 能不能吃 第六 加一条 我到澳洲到现在 没有吃过素食店 赶快介绍我 哪里好吃 我都没吃过 好像吃素很少 好可怜 大家集职开几家 所以第六条 能够不吃肉最好 你没办法天天做 至少初一十五 好不好 或一个月六天 或一个月十天 再没办法 就吃早上了 你下辈子至少 早上快乐 下午生病 你还有一半的快乐 所以第六条 学佛慈悲 不吃众生肉 包括不吃肉 那天也不能吃鸡蛋 鸭蛋 母鸡鸭鸡 很痛苦 那天 最好 现在少喝牛奶 母牛好痛苦 爱喝牛奶 容易得乳癌 女人的乳癌 都是因为过去 做牛奶的买卖 爱喝牛奶 让母牛痛苦 了解吗 如果你得乳癌了 不要喝牛奶 还把牛奶倒在大海 不失可以 去救几只母牛 然后不要再骂 不要再抱怨 乳癌就不见了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那个因 就是因为过去 缘就是你爱抱怨 压抑 你就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第六条 能够受了就受 哪怕一个 送给我一个礼物 回去我还会说 我去澳洲影响一个 吃肉吃素 就没白来 所以第六条 大家学佛大悲心 不吃众生肉 诸佛不吃众生肉 所以第六条 进行受不吃肉的戒律 能不能吃 功德无量 好 时间到了 赶快 我现在要做一个诗诗 给各位的父母祖先 好不好 身上冤亲在主 多胎胎儿 这边的王魂 念一下 哦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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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 这边有牛奶 有稀饭 有面 共花 有水 这些祖先众生 可以得到 那边还准备很多食物 他们也可以得到 观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印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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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提心是在内心里面完成 不是外表 跟你富贵评鉴没有关系 关心的一切 当然讲了这个广大如虚宫的关心一切 但是各位你要从你的左右开始做起 今天你在电视机乃是手机面前受荐 想的是 我也要为我的爸爸 为我的先生太太 为我已经去上班的儿女 学校的儿女 还是从儿女 面对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老人 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这些上班者 都是你的先生太太 所有的狗 都是你的爱犬 既然你懂的爱犬 所有的动物 都是我们关心的 所以我们感谢 很多慈悲团体 一直在解救生命 深入 云间 深入各阶层 深入所有众生 深入所有地方 就是要把佛陀的 慈悲跟智慧 传播出去 让大家都可以 就像灯一样 每个人都有佛性 都想慈悲 都想善良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 传灯人 点灯人 但是你要把灯 光传给他 那你自己也要亮起来 所以各位 你亮起来 世界就跟着你亮起来 希望整个众生 法界 都因为你亮起来 如何亮起来 大家受报关在界 用菩提心 受报关在界 网修功德 就是会让你亮起来 就会让你亮起来 就会让你亮起来 好的 我会让你亮起来 念佛商净土 沉浮度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